其中选举全国会翻盘 共和党会大获全胜 我们很有机会重新夺回国会 这个是所有民意调查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政治评论节目 都说会发生的事 就连左派都认为 民主党这次会输得很惨 保守派会重新夺回我们的国会 2024我们会重新夺回我们的国家 我某层面上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 我不敢笃定共和党 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因为共和党最厉害的技能就是 摧毁自己的基本盘 摧毁自己的能力 打自己的脸 拿刀捅自己 拿枪打自己 保守派最会做的事情 就是自相残杀 最近众议院通过了一个 保守派的选民很在乎的一个法案 就是民主党提出的 Protect Our Kids Act 保护我们的孩子枪支管理法 其中有14名共和党的参议员 接受了这个八十几页的法案 让这个违宪的法案通过了 众议院也在星期五的时候通过了 彻底的打击了共和党的基层选民 这代表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我是Ed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 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他们造物主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代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教会 地址是 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到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背叛他们的选民 想要跟民主党一起扩大政府 夺取守法公民 保护自己跟自己家人的权利的共和党人 有谁呢 德州的John Corney 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Missouri的Roy Blunt 北卡的Richard Burr West Virginia的Shelley Capital 路易西安娜的Bill Casby 缅英州的Susan Collins 爱德华州的Jonee Ernest 南卡的Lindsey Graham 阿拉斯加的Lisa McCorskey 俄亥俄州的Rob Portman 犹他州的Mint Romney 北卡的Thom Thillys 跟印第安娜州的Todd Young 这个投票结果 最恶心的不是这些人妥协了 加入民主党的行列 有的时候他们的确是为了要顾局大局 为了党而妥协 加入民主党 特别是在这些 左右摇摆不定的这个子州 最恶心的是 他们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加入了民主党的行列 就跟一开始提到的一样 整个政治方向都倒向共和党 就连CNN选战的专家都会说 会有Red Tsunami 红色海啸席捐整个美国 民主党声势低迷 民调也显示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是支持持有枪支的 是有支持持枪权的 就连左派都开始支持持枪权了 这就是每次共和党的人 上台做的事情 他们不愿意使用他们的权利 去做任何正确的事情 而且会自己主动的放弃权利 帮民主党做事 Texans are disgusted and outraged by what happened at Robb Elementary and they want Congress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prevent the loss of more innocent lives I don't want us to pass a bill for the purpose of checking a box I want to make sure we actually do something useful something that is capable of becoming a law something that will have the potential to save lives I'm happy to report as results of the hard work of a number of senators in this chamber that we've made some serious progress 是的 这次德州人民对这次的校园枪击案 感到非常的愤怒 而且无力 所以需要美国政府来救救德州 德州的人软弱无能 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放弃自己的持枪权 来让政府来保护自己 只要我们没有枪了 坏人就不会有枪 只要我们跟民主党合作了 就不会有坏人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进步 我们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 生活很好 感谢国家 感谢党啊 这个是德州的民意代表说的 他代表了德州的共和党吗 他代表了德州的人民吗 我们来看一下 德州人民是怎么回应的 以下是他参加 德州共和党大会的情况 不信任何人 我们在带国上的 和共和党的民主党 像 Greg Abbott Ted Cruz 与德州 与德州民主党的民主党 和民主党的民主党 制作者 制作者 把刀搖断,拒絕,不致 Pitt art,拒絕,不致 You know,会議 aux쟁 gonna be against The left's knee-jerk reaction is to say we should confiscate guns of law-abiding Texans ей-t兄 zijn project said theC définend part out loud They're coming for your ADRs and your shotguns 我認為他們可能會損失你的空襲和BB槍 他們也會損失 但這個就是我指導的概念 確保好人有槍,壞人沒有槍 然後壞人也沒有 對阿,我們也希望世界可以這樣運作 好人有槍,壞人沒有槍 好人有能力,壞人不要有能力 好人有公民權,但是壞人不能有公民權 好人有核武,但是俄羅斯不要有核武 這個是每個政府都承諾的事情 特別是極權政府 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的社會呢 就是好人都沒槍了 好人沒辦法保護自己 好人變成一堆軟綿綿的棉花糖 壞人有槍,壞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壞人想殺人就殺人 壞人想威脅人就威脅人 好人如果有幸活下來的話 把壞人告上法庭去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壞人可以賄賂政府 壞人可以買通政客 這個世界永遠都有政客想做 但是不能做的事情 壞人可以幫他們做 好人對於壞人的控訴 政府一點用處都沒有 因為政客已經被買通了 壞人不會被神之以法 他們可以用幾萬塊錢 買你家的人命 庭外和解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政府會說壞人實在是太過分了 好人一直被打壓 所以我們要清除這個社會的壞人 就會發生一堆什麼 掃黑掃黃掃毒掃這個掃那個 直到政府可以掌控一切之後 連壞人都不存在了 政府就會露出他真正的面貌 原來政府就是那個我們最害怕的壞人 因為之前的壞人全部都參政了 千萬要記住 世界上沒有壞人建立的集中營 沒有壞人建立的勞改 沒有壞人建立的再教育 種族大屠殺 種族清洗 這些東西都是政府做的事情 而且都是在人民沒有任何一點 反抗能力的時候做的事情 一開始提到的14個 要跟民主黨一起建立大政府的叛徒 也是共和黨最會做的事情 就是背叛自己的選民 挖坑給自己跳 最後失去所有的權力給民主黨 這整個法案最邪惡的地方 是一個叫做紅旗法 red flag law 這是什麼呢 就是任何人只要跟你有接觸 都可以告發你是個恐怖分子 警察不需要經過任何的正當程序 就跑來你家把你家抄了 跟不息時期的patriot act 愛國者法案一樣 你想要攻擊某個人嗎 你只要跟警察說 嘖 他是個壞人啊 你投給川普 恐怖分子 你喜歡買槍 恐怖分子 你尊重美國憲法 恐怖分子 你是基督徒 恐怖分子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恐怖分子 如果年紀大一點的台灣人就可以知道 當時戒嚴時期的模樣 你要陷害一個人 你只要跟警察說 他是共產黨啊 他通諜啊 他台獨分子啊 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警察就會把那個人抓走 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一樣 他反革命啊 他資本家啊 他地主啊 抓起來 Red Flag Law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法律 跳過正當程序 先抓起來再審的法律 是徹底違法違憲反人權的法律 是政府使用一個槍擊案來奪取你的天賦人權的法案 保護自己的權利是神給我們的 不是政府 既然這個權利不是政府給的 那為什麼政府可以剝奪呢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 不過我們可以確定就是 這個左派集權的勝利 不會是他們的目標 他們的目標是要徹底的奪取任何人保護自己的能力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讓你徹底沒有反抗的能力 對於黑幫的攻擊沒辦法反抗 對於政府的壓迫更是沒辦法抵抗 他們要的不只是你失去抵抗能力而已 而是要你失去防禦自己的能力 你念的沒有錯 他們就是要你變得很好殺 你可能會覺得說 Ethan 你不要再講這種陰謀論了好不好 為什麼要老師吐槽政府啊 誰說政府要奪取你保護自己的能力了 他們只是希望不要再槍枝氾濫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紐約州長頒布的行政命令 禁止普通的紐約人穿戴購買 以及販售防彈背心 Governor Cathy Hochul signed a bill she said ban the sale of body armor she tweeted about the body armor ban and spoke about it too no longer will be allowed the sale of body vest and armor to those who don't need them for work but it turns out the bill does not ban the type of body armor that protected the buffalo gunman I think this is a huge blunder but I think it's a huge blunder only because it doesn't do what it says it's supposed to do I think that's a big problem John Jay Professor Warren Eller points to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the term armor doesn't even appear I think the intent with this was to prevent these kids from going out in full body armor not soft bulletproof vest 如果槍枝泛滥 黑槍到處都是的話 如果政府要保護人的話 不是應該每個人一人發一箭嗎 如果要解決學校槍擊案的話 讓那些慘案不要再發生的話 不是應該要加強學校的防護 把學校的大門鎖起來 讓槍手不能進入校園嗎 如果政府禁止槍枝是為了讓那些槍停止殺人的話 那麼禁止防彈衣是為了什麼 請問防彈衣一年殺了幾個人 請問美國人用防彈衣傷害了誰 為什麼政府要禁止一個純粹防禦性的物品呢 為什麼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面 政府可以說一個人保護自己 有什麼是必要的 有什麼是不必要的 原因就是拯救我們 保護我們 幫助我們 一直都不是政府的目的 也不是政府的責任 他們要的是控制我們 就連民主黨自己都承認 這個剛過的槍枝管理法 不會對你來說有什麼實質的作用 這不是為了要停止什麼未來的大屠殺 他們上CNN直接承認 這只是第一步啊 完成了之後就會有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直到槍枝管理方案 全部禁止槍枝 以下是民主黨的參議員 Amy Klobuchar 上CNN的片段 這亂教育的會在立正 fav出 如果我已經禁止 Israel 他們必須能不去哪 但是他們這樣做 他們故意卻 cose 我們ständ齊 所以如果我們就在當局 都整個努力的 不能救了自己的孩子的生命 那是一種愛情和精靈的 你聽到的家庭 那是失去愛的人 那是因此我們移動 我認為它會在未來 看待其他其他制裁 但如果你沒有做什麼 你只要回家 那我們就沒得到 那是因此它很重要 通過這個法案 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是他說 這只是第一步 只是為了要讓他們 未來的計劃 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計劃 第二個 Yeah OK 或許這不會拯救你的小孩 你的家庭 你的社區 你的生命 或許這個法案 不會有我們想像的這樣子功效 但是總而言之 就是會拯救生命啊 你相信我就好了嗎 你們這些賤民 不要這麼眼光短淺好不好 只看到眼前這些什麼大屠殺 然後認為我們的法案沒有用 反正就是會拯救生命就對啦 不管怎麼樣 你把槍給我們 你把權力給我們 把你的安全給我 因為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做新的法案 來讓你更安全啦 或許槍支的議題在華人的社會裡面很難懂 因為華人就是一群被奴役灌了的一群人 一個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一群人 一群永遠都希望地上的網來掌控自己的一群人 我們就用一個華人比較懂的例子來講 政府並不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經濟爛到一個不行 慘到一個不行 民怨四起 但是當權者完全不在乎 意思就是 他們認為我們的聲音是不值得被聽見的 我們不應該抱怨 他們做的事情有多偉大 對不對 為了全球 為了全人類 我們不該對他們的做法有任何的質疑 我們過去幾個禮拜也抱過好多次 很多政治人物跟左派媒體認為 高昂的油價並不是一件壞事 而是一個可以全面改為電動車的機會 你現在的痛苦是值得的 你活得很慘是應該的 因為未來的大方向是好的 我們2020年的時候 各個大城市被燒威脅打砸搶甚至死人 但是未來的方向是好的啊 是為了種族平等啊 你的安全不重要 你的生計不重要 你不應該也沒有資格抱怨 因為這一切是為了社會正義 必要的犧牲 那麼現在油價議題更是升級了 高昂的油價 不只是為了拯救地球 更是為了烏克蘭 上星期拜登非常生氣的質問這些 說他把經濟搞砸的 還有通貨膨脹的爆表這些人 他問我們說 你們不覺得為了烏克蘭 你多付幾塊錢加油也是值得的嗎 是差不多2$一斤 因為允許的烏克蘭的依靠 我們也不會讓他離開 呃 是的 我不覺得我應該要為烏克蘭做任何事情 為什麼要我 不過油價跟烏克蘭 根本說穿就是兩回事 但是就算有關聯 拜登在這邊問 幫助烏克蘭跟可以生活的油價相比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我不知道各位 我會希望油價穩定 不只是美國人 全世界的人都會希望油價穩定 我寧願讓烏克蘭自己保護自己 然後油價不被攻擊 因為保護烏克蘭是烏克蘭人的責任 他們要的話可以跟我們美國買武器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但是烏克蘭就有400億加200億的白癡的午餐 而且現在還會有更多 我看得很不順眼 但是這個叫做自私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這個叫做愛國 Patriotism 因為我把美國的家庭擺在烏克蘭的家庭前面 現在美國家庭正在被油價摧毀 但是Joe Biden很有錢 他根本沒有付過錢加油 所以他不懂 為什麼民眾這麼在乎油價 他甚至認為美國的家庭 非常希望為了跟普丁比個中指 沒有奶粉 也沒有錢餵小孩 而且他說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啊 因為目的就是要徹底的消除石油需求啊 目的就是要在未來沒有人可以開車啦 我們在投資超過100億美元 在公共通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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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太誇張而已 不是我說的 你自己聽聽看 《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的Michelle Singletary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其實你在這邊無痛身癮啦 你會看到了嗎 你會說這一點 如果我會說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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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在乎 有很多美女的家庭 在那裡是不舒服 他們賺多了 但他們不會不走下 你知道你 你不要停止 在那裡 有很多人 在那裡 說他們只能有兩餐 不三餐 有美國人 who did extremely well in the last two years in the market you still have your job and yeah it's costing you more for gas but guess what you're still going to take that holiday that fourth of july vacation you could still eat out so i'm going to need you to calm down and back off because it feeds into this fear and then this fear feeds into people making decisions that creates the very thing that they're fearful of and if you're in that category calm down stop looking at your portfolio and you know what you can do with all that energy help other people help put some food on the table somebody else's house because you have extra now the other half of america anything that we can do to help them to get to the job that they need to keep to put that food on the table those are the folks that we need to concentrate on and if they are responding to this survey saying that they're afraid i get that but overall many americans are not suffering as much as they think they are 對所以冷靜點OK別鬧你過得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慘他在這邊不只是說那些百萬富翁跟千萬富翁喔他說這個國家的一半的人都在大驚小怪 基本上我們沒什麼問題啊對不對別吵了 說你不是受害者的情況很少在左派出現你過得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慘各位可以想想看上一次左派說這句話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可以指出非常多的議題可以用這句話來評論也就是說人過得怎麼樣是他們說的算他們覺得誰是受害者才是受害者其他的人不要講話不要吵不要大驚小怪 LeBron James他過得好慘他被打壓全美國都在歧視他 Colin Cabernet每年千萬的合約但是他活得好慘跟奴役一樣 歐巴馬當美國總統被歧視的好慘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好慘他們被種族歧視女人好慘同性戀好慘變性人好慘 但是很多家庭你們只是少吃一頓飯而已啊你只是沒有錢加油去上班而已啊你們只是找不到工作而已啊不要在這邊無痛呻吟了好不好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呢為什麼他們會認為你的痛苦不是痛苦那些人的痛苦才是痛苦呢 除了因為他們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認為全世界都應該要聽從而且服從自己的專家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這個多元交織受害者心態導致他們一定要把所有的人接幾話才可以有共同的敵人 他們用種族性相性取向性別宗教分裂人他們可以在乎或者是絕大多數的假裝在乎某個群體 但是他們要非常小心因為很有可能他們就會不小心的在乎到那些左派不該在乎的人 例如像說白人或者是男人或是基督徒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左派對於人類的尊榮人的神聖性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任何真心的任何真正的同情心跟同理心都需要把人看成是尊榮的而且是神聖的 但是對於左派來講人類是一文不值的就連生命的存在都只是個偶然發生的 所以一切都沒有對錯都只是個人觀點都只是條件反射 也就是說所有的法律跟定義跟事實都不是真的都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他們剩下的就是只為了要證明自己是好人來聚集民眾來打壓他們的政敵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在和平而且沒有紛爭的時代創造出各式各樣的紛爭跟戰爭 而且說這一切都是為了人類好 但是當事情真正發生了 當人真的受傷害了 當嬰兒真的沒有奶粉喝了 當普通家庭真的沒錢加油了 他們就會說閉上你的嘴好嗎? 你們過的其實沒有那麼差 不要大驚小怪在那邊靠腰了好不好 你們現在經歷的痛苦都是為了更好的未來的代價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希望我們一點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甚至想要禁止槍支還有防彈衣 因為他們口中的更好的未來並不包括我們 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 保守派還是自由派 他們就是聖經裡面那個人類的王而已 我們就只是奴隸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神當初會建議以色列不要有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能力保護自己 很多人說我是不是在逼著保守派還有基督徒買槍 然後說我在提倡暴力其實不是的 槍支只是保護你的工具保護自己的工具 如果你可以保護自己 如果說你家有個壞人拿著槍出現的 你可以跟柯南一樣地上一顆足球 啪一腳把它踢昏 或是你是螳螂拳第32代傳人之類的 那麼你非常有可能就不需要買槍 但是我沒有這麼厲害 我不是柯南也不是螳螂拳第32代傳人 我只是要用我最能保護我自己跟自己家人的方式 來保護我愛的值得我守護的那些人 就跟你不會逼所有的人去學螳螂拳一樣 我也沒有再逼任何人買槍 因為你可能是跟柯南一樣厲害的偵探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請持續關注AI NEWS